不過銀白一直都是蠻中二的一個顏色 如果你加進去的話就可以用另外一個銀了 喔是是是 對 這個可惜我我應該是年紀太大了 沒辦法進去啊 對 來看一下來到了是第二張地圖的雪地了 這邊航線是從左到右比較偏上一點的航線喔 不過這一張地圖的話下半部應該還是都飛得到的 嗯 甚至是可以拿車去下半部做一個物質的收集喔 來看一下這個航線 終歸終局人人有攻略 那來到雪地圖一直有跟大家聊到的地方是 他來到了是航線的尾端之後呢 第一圈就會出來了 這其實有助於第一圈 以航線來說 起頭航線 比較早落地的隊伍 他們可以更早的拿到載具物資去做第一圈的先動優勢 沒錯 而且這一張地圖的圈中心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 畢竟他們的圈都是8888縮 那你在圈中心最早拿到 你可以為下一圈有一個更久的佈局方式喔 對你也會有一個更好的準備喔 這個差距是蠻明顯的 來看一下這一圈是左上圈 呃左上圈 對 這邊不知道會不會有下半部的隊員選擇拿船繞到最上面喔 不太確定 基本上這樣子這個圈就已經可以確定的地方是 南面是絕對強勢一邊 無庸置疑喔 第一圈就已經告訴了各隊這樣子的一個相關資訊 那Monster呢 依然是在最西面的低層做發育的情況下 繞一個低 低層面的路徑大概是左上 左上繞進圈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UNG這一圈依然掌握到了大部分的先動優勢 而且這一圈相對其他圈好處的地方是沒有太多的過河的需要啊 沒錯 基本上右半邊可以直接忽略不計了 那這邊K7要進圈可能會比較麻煩的是 左半邊實在太多隊伍在上半部喔 嗯 那這邊如果有人想要過的話 其實也不好得到圈中心喔 是 這邊的難度相對來講較為高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蘇德龍以及Show Time Live的對局 對 是在一個也算蠻偏圈這種位置 不過蘇德龍這邊做一個跳點的分線 這邊只有一名成員在這邊喔 其他隊員都是幫不到的 是 完全幫不到的情況下 這一個人頭不能夠掉 能夠稍微掌握點資訊 然後買點做偵查 Call隊友過來做擊殺 我覺得這是可行的一件事情 可是這個地形 老實說他沒有太開闊的地方 可以率先偵查買點 沒錯 所以你如果要自己去買的話 就要賭對方會不會走你這一邊了 對 而且這邊是還算是蠻難伊達斯的地形的 嗯 這個地形相對難打 雖然他的名字很凱瑞 嘿嘿嘿 但是伊達斯應該凱瑞不起來 欸我覺得想 這個選手的名字叫凱瑞真的很厲害 嗯 以後我生個兒子我也要叫他凱瑞 他叫黃凱瑞 黃凱瑞 欸黃凱瑞 那等你生兒子的時候 我記得去看一下那個戶口名簿 是不是叫黃凱瑞 我覺得不錯欸 那女孩子的話就好像沒有什麼 你可以把瑞改成 比較女生就會用的瑞 喔是 對 那這樣感覺就很強 玩遊戲就一級棒的是呢 所以你生下來的小孩 是一個電競天才 欸這也是我很期待的 我要培養 讓他培養成是一個世界冠軍 來完成自己爸爸 兒子沒有完成的夢 那如果他打美國隊輸了 你會怎麼樣 嘿嘿嘿 又要講這個 兵家必爭 就兵家必爭的電競舞台上面啊 總是會有輸家嘛 對不對 對 我還記得我之前 因為那時候主管有生小孩 然後在電競隊的時候 然後我問他說 你未來會讓你的小孩打電競嗎 他說 他很明顯告訴你 因為這條路真的是很堅舍 對很辛苦喔 在環境還沒起來之前 其實打電競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算是抱持的夢想去打的 不過看起來我們目前的PMP了 以一季總獎金持200萬美金來說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環境喔 對這邊環境其實已經慢慢的在起來了 對而且你只要實力有到 你有付諸你的努力完成你的夢想 不只是夢想可以實踐 這個實際上面的金錢也是可以錄取來的 沒錯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最難過的地方就是選手的實力不到 然後收入也沒有賺進來 然後不知不覺隨著這個時間的推移就越來越辛苦了 對這也是大部分電競選手的寫照 因為畢竟強者真的是少數 沒錯 來看一下畫面上的左下角空投獎勵已經出現了 各位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了 這一次不論是輸入序號 或者是要拿起手機掃描QR Code 都有機會可以拿到空投獎勵 由於數量有限 這邊要搶要快了 畫面上再度帶回來的是Jupy Rose 瞄準到的是11號隊伍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荔智 對這邊荔智其實蠻奇怪 他們這邊是直接往圈邊 圈越遠的地方做營運 而且是想要收物資嗎 不太確定喔 這個營運方式我覺得蠻詭異的 他們是想要打超慢速競圈 不知道 唯一合理的就是超慢速競圈 對 其實我蠻少看到的是反方向落點的 對 可是你如果能夠打到反方向 代表說你還不用打到最慢速這麼風險大的套路才對 沒錯 然後直接落過來之後 沒想到全邊還有一組TTS 又是這兩隊 我這兩隊每次都看到這兩隊打在一起 對於TTS來說 反而沒有什麼選擇 因為是你要過來送頭的 沒錯 之前是你撞過來然後幫我滅掉 現在你撞過來我直接把你收掉 而且我們不在安區 我們又在超難滅 對 你不是為什麼開車過來這一邊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個力士心事力的選擇喔 絕對是失誤喔 嗯其實蠻奇怪 我有點觀察不了 而且這邊UNG也開始做行動了 直接往圈中心的位置去踩喔 這邊他們是最有本錢搶到圈中心的 那AG這邊也做了一個分線 很早期就直接打點了 UNG直接撞到的是AG的DOWN 剩下的是奈何 開車撤退的時間點掌握的也是相當得意 不過這個車子看起來是要爆掉了 感覺是跑不掉了 直接蠶死在UNG的槍下 非常前期UNG展開了一波非常激烈的高速槍戰 碰撞掉了AG戰隊硬是拿下了兩分 其實我一直都不介意四項說 雨林跟雪滴這種小圖來做分線啊 因為他們一定都是四四直接撞一個點喔 畢竟地圖面積比較小的情況下 你做一個掃人分線很容易被撞 沒錯 可是來到了這一種局勢 掃人分線的圈中心的偵察位 我覺得難度很高 你可以踩一個你肯跑掉的位置 像防區這種他撞進點你拿他沒轍 那你如果踩一個山上或許還有機會偷摸 我這一邊是指指奇娃娃的烏宅區 紅這一邊哇車子冒煙下車撞點 而且硬是打掉了Handson 來到的是局部的EV1 再度打掉的是Eason之後呢 局部EV2嗎 配合上的是LC開車直接硬 Hone雖然自己本身倒下 吉娃娃也倒下三名成員了 那你可以看到吉娃娃的Tim在上面 是完全沒有辦法幫助得到隊友的 四名成員 UNG直接抱團 蜂擁而上 配合上烏茲硬勢 把Tim的人頭收割掉了 吉娃娃直接奧斗 UNG前期打得非常的適血 而且雪地地圖 UNG看起來他們的套路有做調整 他們今天的雪地打得很兇 畢竟他們是最有本錢 因為他們分數現在累積很多 那其實他們有一兩場輸 可能對他們來講影響也不太大 那他們這邊打一個比較奔放的 我就是要撞你打會戰 然後拿殺人分數 而且他這邊可以看到紅剛一人撞進點之後 他們隊友其實是想放生他的 對 結果撞進點之後發現 怎麼紅一打二了 一打二之後 那隊友就直接撞進來 配合的其實都是蠻快的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UNG戰隊在練攻堅了 沒錯 他們已經在練攻堅了 這邊應該是故意要練的 沒錯 那除了故意練攻堅之外 紅這邊也展現出了高超的個人遊戲技巧 硬是一打二 這個難度很高 對可以看到剛剛畫面是 其他三名隊友是直接繞開的 嗯 想說紅怎麼可能一打四 結果沒想到他拖了那麼久 而且還一打二 那這邊隊友也 足夠的時間做支援 是直接撞進來 直接撞倒的一個成員 是 在遊戲前期拿下了 六分的高額擊殺分數 遊戲時間應該還不過五分鐘 哇 這個速度非常之快 第一圈緩緩緩的再縮進 各隊開始買投資的這個房地產 但是 UNG這一邊呢 除了買房地產之外呢 連人投分數都要斤斤計較 所以買房地產送家具 是的 對 你真的看到AG掉了兩名成員之後 兩名是在圈比較左半邊的位置 面對到的是YRC YRC這邊 停在一個蠻尷尬的石頭區喔 是 他們如果有注意到擊殺資訊的話 其實我蠻鼓勵各隊要去看擊殺資訊 沒錯 這個都是要記得 不然你就是記一些 比較強一點的隊伍 關鍵隊伍 像是 如果你剛剛有看擊殺資訊 你就會知道說 AG這邊最多兩個 沒錯 不可能再多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四名成員 打兩個人 我相信以YRC來說 他們應該是很有信心 可以去做這一方面的操作 對 而且前期圈 其實沒有什麼事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找事做 你可以數數看 可能圍牆有幾個邊啊 房屋區有幾個 甚至你看擊殺條AG 其實 都是我有印象的啊 沒錯 只是很像 不多選手有做擊殺資訊的掌握啦 因為 我相信強隊應該都是要做這些 UNG肯定有 UNG肯定有在做這件事情 毋庸置疑 那你做了就有辦法拿到更多資訊 判斷戰況局勢 做出正圈判斷 對 這個是一個雪球效應喔 對 來看一下這一邊的掃射 漢堡的三倍鏡 M4直接壓掉了是 MS的小成 蠶死在這個M4的槍下 嗯 這邊MS感覺是 剛有聽到槍聲 想要來做 拿人頭的 拿人頭的布線喔 結果沒想到這邊 哇爾西是直接撤退了 然後撤退之後 剛好抓到MS的一個 算是一個 時間差啦 他走在一個裸位上 是直接被漢堡擠殺掉了 是MS這個時間點沒辦法 當黃雀掉下了小成 這一名大將的人頭之後呢 三名成員直接開車 逃逸拉開了距離 對 畢竟這邊掉一個人也沒辦法 你剛剛是想要拿更多東西的 那被抓到的話 也只能直接做落點了 至於對育文俊來說 他們接下來已經在核心區域了 他們不太可能再往圈外邊邊打架了 對 我是想說他可能又再去撞一棟房區 然後再殺四個 我覺得是有可能 我覺得是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他們的位置已經是最好了 對 剩下就是防攻堅 但是我們PNPL其實很少看到隊伍會攻堅 除非是逼不得已狗急跳牆 沒錯 但是他們的攻堅大部分都沒配套 就是盲撞一個點位 然後下車的位置鋪位 然後排頭植物也沒有做排點 然後就直接全員死在對方的槍線下 這是目前PNPL比較常出現的攻堅失誤 我記得我在做戰報的時候 我都會挑一些比較有層次的進攻 像AS UNG甚至是AG 我都拿出來做一些算是分析啦 那希望有些隊伍可以 算是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何謂的層次進攻 對這樣其實對我來講 應該是會有一點頭緒的 對因為目前來講 各隊都是最直觀的套路就是人海淹上去 沒錯 嗯你人海淹上去 就其實你搭配一些投資物來講 你攻堅會比較得心應手一點 效果會更好 對而且人海淹上去很容易會出現翻車的情況 因為對方地利優勢好 第三人稱 產生育開 Pick三隻 局部一打一三次 這種情況也是出現過的 KG戰隊就這樣子 在上一週的賽事當中呢 死在了雪地的攻堅之下 沒錯而且有可能會造成那個串燒的位置 對串燒就是三個排排站一起被串掉 就是你去燒烤店常看到的 沒錯就是 就是雞心雞屁股串在一起 然後呢一串30塊賣你 對這邊TTS又再一次遇到了 CVS這兩隊是真的是有生仇大恨 是這個守雷的出手沒有辦法成功的命中目標 這個屋子非常難攻堅 沒錯 我個人認為已經在圈邊的情況下 拉得開的話就不太需要卡了 雪地的屋子其實都蠻難攻堅的 因為他會有很多點位要看喔 雖然是第三人稱 但是你不小心走上去 有可能還是會被偷襲掉了 而且面對到TTK如此強大的污汁 你真的要去打那種樓梯位的攻堅不配投資物 我真的覺得很賭命啊 沒錯這邊決定塞一顆煙之後 直接往外做拉點不開的位置 好像是會被射到的啊 對老實講是在高點位的隊友 要先cover一下進點位的隊友 對沒有想到Rui這邊是直接撤退的 嗯 他們的順序有點點倒過來了 AG戰隊剩下的兩名成員Souzuki 以及軍H 目前的狀態非常的危急 面對到Duprey的強勢打點 我覺得AG戰隊真的是打得相當辛苦啊 對而且他第一場拿沒什麼分數的情況下 如果這場在沒拿分 S的分數又更進一步了 有可能這一週今天就可以追到第二名喔 是 那目前看起來U Live Up以及AG戰隊 都算是以現階段排名看來 進步幅度較為少的兩次隊伍 沒錯 而且這邊可以看到JUP 感覺不想要放掉這個防區的人喔 畢竟他們剛剛是直接到進點 然後沒有發現到人有出外探點的 那他可以合理判斷說他們是分線喔 對方分線而且已經集結了 旁邊又有空頭箱 對Duprey來說是蠻不錯的一件好消息喔 雖然雪地你撿得到三虧三甲啦 嗯 對但是以目前手遊的設計 我覺得壓槍你掌握度夠高 拿M249的強度很強 對很強 很強 而且基本上他們 我有時候會看他們 只要沒有配污汁的話 他們的握把都會裝那個雷秒 雷射瞄準鏡 來增強他腰射的距離 這要是精準度喔 畢竟陀螺依就已經可以改善了 垂直握把跟半截式握把的差異了 沒錯 只是這樣頭跟他的身體會比較痠而已啊 對對對 這些選手們 年輕小將們 我覺得他們 的這個身體可能要稍微照顧一下喔 沒錯 不能夠長時間的用這種高超的難度技巧 就像是棒的選手一樣 你那種升卡球狂丟 手也是會扛不住的 沒錯 對 適時還是要做一定程度的休息 或者是不同的丟法 來看一下這一邊的打點 喔 果然是直接撞點了嗎 沒有 沒有沒有 AG這邊是直接拉掉了 對 AG再度拉著 跟AG你退無可退了 對 不過AG這邊也探查的蠻精準的喔 只要JUP這邊又虎視眈眈了 嗯 因為他們畢竟是在整個建築區域的屋頂 沒錯 對 這邊的資訊量是很宏 很宏寬的 可是 缺點就是他們人少 看不住邊 沒錯 所以在屋頂裡被打的槍線也很多 而且他們這邊是拿了一個 算蠻大的防區啦 所以放掉也是蠻合力的 是那至於UNG一樣是前期拿下 那六顆人頭之後呢 就再也沒有新的挑戰者出現了 沒錯 這邊有來 在前期前兩圈已經拿到七殺 其實都還蠻恐怖的 喔已經七殺了喔 對已經七殺了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拿的 對不知道第七殺什麼時候拿的 喔下一圈第三圈已經出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面積其實縮得非常的小 沒錯 這邊是往下縮了一點點而已喔 哇 AHQ其實已經可以 可以 行動了 行動再踏更深了 嗯 這邊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再往前做踏點喔 畢竟下面是一個三 他們也看得到 那拿三之後再往內做踏點是可行的 我覺得他們正常會如果看得到三的話 做二二的分線是很強大的 沒錯 對這個時期就是最好做二二 然後呢等一下第四圈出來之後再看是哪邊的二要回收 進安區 那安區在哪裡不知道 所以你這個時候要擴大你的地盤 也就是說你人多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如可夢夢所說的一開始我們不建議雪地地圖做太多的分線 因為很容易會被撞點 沒錯 但是那是建立在一定兵家必爭的核心區域上 你這種邊你還集在一起 然後你又是弱勢邊的情況下 你又不像是一般強勢邊的圈邊的人要擠進來 這個時候的市民成員的集結其實 利益沒有辦法最大化 畢竟你周圍的情報是你最 對掌握的最完整的啦 那你可以很明顯的知道哪邊基本上都沒有隊伍了 那你就可以做那邊的分線了 對來 以50秒後縮圈 各隊開始在做布局 反而是目前人數沒有太多優勢的AG戰隊選擇變得越來越少 但是原點的槍線指指的是Q毛 對這邊感覺是帶了三級虧啊 不然是直接掉下來 他頭是應該是中了兩發了 沒錯中了兩發 三級虧已經快爆的情況下差一點 Q戰隊非常遠點的射擊喔 四倍進的mini 在屋頂上射你不要不要了 其實我比較少看到選手使用半局喔 現在好多選手都是污汁配上步槍的遠點 打架 紅這一邊再度出手打掉的是Suzuki 硬邊 有辦法嗎 對方一半的血線不到 GINASH選擇DROP 沒有辦法拯救隊友 站起來的話會鋪路槍線有機會嗎 目前Suzuki已經拉到了很後面 再度出槍 GH也倒了 OMG 打紅的槍法表現之精湛 欸你剛剛講說這個遊戲不用連G嘛 那他這邊就表現給你看了 我三倍直接壓就壓死一個兩三百米的人了 用三配慶的壓槍 還需要連G嗎 完全不需要 對他直接打了擬衣發掌 嗯 真的不需要 是真的不需要 我覺得Suzuki比較少選手會這樣做嘛 沒錯 才剛說他就直接拿出來 他的副尾區就配污汁 對 然後配一把連發的步槍 這樣做遠距離的陀螺依壓槍掌握度很高 可是陀螺依我覺得很難 我個人自己試用過我覺得 可是我們老了 骨頭比較僵硬的 沒有辦法扭來扭去 可能真的是我們老了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小將們的陀螺依掌握度非常的高 畢竟我脖子那一塊區域是比較不靈活的 我靈活的可能是 不好說不好說 你哪裡靈活啊 我腦袋靈活啊 我腦袋其實也蠻靈活的 我脖子不靈活不夠腦袋靈活 那可以 對來看一下這個力智新勢力 Ray 前期的影韻失誤撞圈邊 硬是被打掉了不少成員的情況下 這邊直接出手抓K4的Jason 並沒有成功的放倒對方 沒有再度補槍Ray Drop 再起來打第二輪 Jason這邊在補血的情況下 4倍進行的壓槍面對Mark 成功的放倒對方 後續部分局部的1v1 Ray能夠掌握嗎 路死誰手還很難說 掏出的是手雷 這個手雷的距離是絕對丟得到的 絕對丟得到 但是你要丟順暴 你辦得到嗎 沒有這就沒順暴了 不然就是丟兩顆吧 一左一右 應該是還有機會炸倒Jason的 是 那就是兩顆出手 可是一顆下去沒有辦法成功佔到對方 因為不夠順暴啊 對 而且他這邊好像沒手雷了 不然應該是直接丟出去了 他腰帶好像沒有掛東西 看不到了 哇尷尬尷尬 這樣子的話 來到石頭位跟Ray 圍牆位的對翼 Ray這一邊的優勢 就沒有辦法打得更擴散了 對 而且這邊KF4好像又回歸到老問題 上一場看到他們在Bowlan 這一場還是看到他們在Bowlan 對 他們的營運 他們的營運拿載具這一塊 一直都是蠻大的一個缺點 來看一下這一圈開始說了 UNG戰隊在北面配合上U level up K7戰隊都在 你看看 剛剛HQ應該是要踩到K7的位置才對 對 你大可踩GN的位置 結果你又晚了 然後你現在又是在圈邊 然後前面被踩了 好 你現在只有圈邊可以卡了 那你下一圈怎麼玩 對 這就是我們也要聊到的營運的問題喔 剛剛的分線這個時候就是可以回收 然後呢 那個位置你反而是要給KT戰隊去拿之類的 就是感覺他們每次都讓其他隊伍搶先他們一步了 對 而且他們明明有最好的優勢 不論是海島是在劈塵 還是像剛剛那個位置 他們都沒有辦法把握 這個燒很精準 這邊一個火很精準 欸 沒有受傷欸 呃 被雪融化了 看起來是 我看那個畫面好像是被那個 怎麼可能 就是感覺 應該是有燒到的吧 沒有燒到 可是那畫面上看起來他應該有丟到 他直接丟到他臉上 我還說很精準欸 對 結果沒受傷 哎呀 可惜 是我眼睛夜障中 沒事沒事 沒有他丟的不是火啊 他丟的是 呃 這一個空虛寂寞的東西 來看一下這邊的這個S2面對到MS MS3面成員 男 這邊男感覺是沒有被發現 直接拉一個順道咧 摧殼手雷 有機會嗎 很精準很精準 但是他已經下來了 這邊比較可惜 對方已經換位了 喔 這隻可以了吧 哇 這隻沒有把握到就虧大了 小七這邊DROP 欸欸欸欸欸 差一顆 你就慢慢點 慢慢點 哇完蛋 這邊小七沒有倒下 一個人頭就這樣子 不過沒關係有手雷 這顆手雷的出手很像 有沒有辦法 看起來是 欸欸欸有嗎 欸 到底現在跳太多東西出來了 跳太慢了 其實好像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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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倒的是小七喔 那他們這邊又抓到了小字的位置的話 他們這邊可以選擇牆邊進攻了 很好 男的手雷丟得相當的不錯 來看一下這邊STL已經有人數優勢的情況下 怎麼樣去面對目前第三名的Monster進攻 對這邊感覺是踩不上去的情況下 這邊NOOP應該是可以摳隊友往左邊去踩的喔 所以男這邊已經丟了非常大量投資物 對就是我們要看一下說STL的邊是誰要去做這件事情 OK男自己率身行動 要來做邊線自由人的工作 沒錯我昨天看一下男的發揮 如果這邊男擊敗了小字的話 這邊MS可能會贏面倒有機會 喔有機會 好了MS這邊確定是要炸裂了 那看一下說STL的問題點就是 邊線的人做動作的時候 欸你不能負血嗎 他打急救包來不及 哎呀打幫的 哇這是失誤了 是失誤了失誤了 來到了是三名成員打二 其實STL另外三名成員動作有點太慢了 對 小忘我這邊對決 直接打掉了指印 是救到了小七的殲滅 小七這邊便沒有被編給清掉 局部的二打二 UNCLE配合上NOB 進點的壓制 他們沒有守雷的樣子喔 對這邊應該是沒有守雷的 而且這邊也沒辦法往前去做壓制 小忘我這邊配合著小七 是直接壓制住了STL的兩名成員喔 那很可惜欸 因為這樣就錯過了剛剛 自由人這邊打的這麼漂亮的這件事情 這就是我說STL的問題欸 就是他們有打出一個框架出來 但是後續的處理一直都處理不好 嗯我覺得是他們正面的這個打點位喔 槍法上的掌握度看起來是MS比較高喔 沒錯 這邊NOB只剩下NOB一名成員 MS這邊選擇應該是會選擇把所有成員都吃掉 這邊call隊友來準備做一波補槍往前踩 對一定是局部二打一然後呢把這一塊給吃掉 沒什麼太大問題 沒錯 你看MS就有在算計算的這個資訊 沒錯 喔這邊決定拿車 因為想要繼續往圈內做移動 喔不吃了 那是也不在隊友 嗯 拉一個遠的槍線嗎 拉一個更遠的直接壓他們想要用卡的 對他們想要用卡的直接卡掉 畢竟他們是有一個全的優勢的 哇YSC漢堡插一番子彈打掉對方有點可惜 後續部分的墊圈已經來了 緩緩逼近 Kill戰隊是來到了這一個小坑有個背波 於這一邊的三倍進壓槍的嘗試 並沒有辦法成功的放倒Kill戰隊 可是Kill戰隊現在狀態很差 哇喔 喔是直接 這個好像是自己打爆 他好像是自己打爆炸到隊友 那這種資訊出來的情況下YSC大可往前面人投植物直接前吃了 對而且他只要在那個高坡那邊應該是都有機會丟得到的 嗯 漢堡這邊就看一下有沒有辦法丟手雷了 他們的手雷的掌握度 夠不夠你看啊 呃不夠 不夠欸不夠 丟太遠了 還是不夠 因為剛才小黑的位置已經確定撲位了 所以你接下來的話 要稍微的近點跟遠點都要丟 其實我在想是不是因為地形不理解的關係喔 因為他們其實丟的算蠻近的 可能不知道這裡面還有一個凹要可以躲 嗯可是剛剛已經有看到這個凹了 哇這樣子的話就 沒有辦法錯過了這四顆火焰瓶的擊殺了 有點可惜 這邊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喔 不過他們在圈內還可以再卡一下 就看一下下一圈要怎麼說的喔 哇下一圈的位置 呃有點遠 不太樂觀 所以他們這邊要趕快的把KEO處理掉了喔 嗯 所以就算你直接大軍壓進都有機會把它處理掉 因為KEO已經塞了一個自閉煙了 是 所以你這邊只要三面這 欸KEO戰隊 欸KEO戰隊 不見了 對因為大力量上亮出來了 所以我們看不到是誰去做擊殺 那KEO確實確定陰落的情況下 WALC這邊要思考怎麼樣進去了 沒錯 而且 呃車應該是還有的 我剛剛看到馬路上有一台雪橇 所以應該還是有機會做一個進圈了喔 目前在山脈區域的安區之內的隊伍是 這個速德龍STR 對 速德龍在圈內的中心點的房區 因為荔枝這邊也進圈了 荔枝的小孤狼 游文具這邊要想一下他們需要怎麼進圈喔 U-Level Up這邊有個圈邊可以打 還算OK 沒錯 紅這一邊呢他們是要配合上北面的Monster 會角逐一波競爭 然後再一路打進圈 難度比較高一點 喔 U-Level Up這邊 觀察到情報之後發現房屋區沒人 可以成功的先拿一波偵查的位置 好 踏進去了 對 這邊很可以 不過他們後續的人應該是可以再卡一下 以防後續後面還有人做進圈喔 嗯 這邊的高點位的Winter還是先暫時不要放掉 沒錯 對暫時不要放掉 基本上這邊可以讓一到兩隻去拿地圖情報就可以了 嗯 然後 勵志心思的瑞目前還算是狗岩殘船活了下來 沒錯 而且在一個是沒有隊伍的邊哪 所以應該還可以再活一陣子喔 還可以還可以 但是我覺得他不要踏得太深耶 對 就是邊邊的躲好就可以了 邊邊趴好 對 你能夠打幾隻就是幾隻 不要求你吃雞啊 沒錯 但是把握到任何一個你偷得到的人頭 把那一分紮紮實實拿下來 會是這個孤狼為所需要 做的 YRC23這一邊 哎呀應該是有辦法點下來的 壞了M249直接壓槍 可惜這個車速太快了 準性好像沒有跟到 有點可惜啊 欸有 後續 所以補槍 MARK的補槍有成功 即使掉的是 23喔 YRC他們這一邊的關鍵圈的移動位距 拉得太長了 但是WINTER這邊再度出手面對到的是 瑞直殺掉了瑞瑞倒地 URAP確定是拿到了整個東面邊線的位置 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邊感覺補槍有點慢了 那一隻被儲掉之後才成功的做補槍喔 嗯 有點可惜 對而且這邊看到的是 UNG已經進攻到的是 數字龍房區 他們決定直接撞中心點的房屋區喔 這很好因為是UNG今天就是想練攻堅嗎 沒錯 所以可以理解那這一面正面攻堅是 UNG大獲全勝 沒有問題 知道了一名成員 對這邊 其實防守方來講 他們在撞點的過程中 應該要可以少掉個一隻到兩隻才對 嗯 而且他們是四人在小房區的 所以UNG這邊進攻應該是大獵才對 看起來是 有點像是單兵之間碾壓 單兵碾壓喔 UNG這邊的單兵程度呢 又再度為我們沾點出來了一次漂亮的攻堅 無損攻堅 絕對是漂亮的攻堅 沒錯而且在這一圈 其實他撞的一個圈中心是很有效益的 嗯 那UNG又要吃雞啦 對而且他剛剛從北面進來 然後北面又可以做拖線 嗯 直接在他們的劇本範圍內喔 是那北面這一邊 是我們剛剛進來的位置 線也拖了 暗圈也拿到了 沒錯 那接下來就是看說有沒有挑戰者 因為剛剛的這個擊殺資訊 現在這個時候就很重要了 11個存活者 4個隊伍 而且來到的是全隊擊殺14殺啦 嗯 已經要突破天際的超過15殺 就已經是這一場鬼神般的表現囉 沒錯 拿到了M249的HC 三虧三甲也補上 對而且這邊可以看到YRC活到的決賽圈喔 嗯 可是他們這一種 匍匐式打法 沒辦法拿到太多的主動性在 Mark被點擊 沒錯 不過他們這邊應該想的是 我要怎麼活到後面拿到更多的生存分才對 畢竟他們現在滿缺分數的 是這邊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的意識真的夠好的話 你要抓一下UNG的漏洞 沒錯 對然後呢他們往北拓的時候 你就是要摸他們屁股 Jupert這邊直接被Winter給穿煙掃死 對 那這樣子的話又有一個空間了 看一下你在這一個 因為你是比較弱勢的這一方嘛 那4打3打2 那關鍵時刻 YRC再出手 那現在U Level Up跟這一個 欸 哇UNG已經抓到了YRC了 對UNG已經盯到YRC了 而且這邊盯到之後應該是不會放過這個人頭分數 而且UNG這邊沒有壓力的在圈內 U有U這邊做得很好是已經在拓線了 可是UNG的線我覺得拓得不夠完美 對 已經算不錯了可是不夠完美 對 UNG這邊我覺得還行啦 不過要看火旋這個位置的發揮 火旋這個位置如果發揮得已的話 UNG這邊應該會有滿大的傷亡的 是喔 UNG剛剛的抉擇是想要去把北面的給拿乾淨 可是後來發現北面拿不到之後能回收 紅這邊抓到了漢堡的位置 漢堡倒地 確定15殺的UNG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喔UNG這邊也是抓掉了最後的 YUU小孤狼這邊來到的是4打3兩個隊伍喔 對那這一邊就以地利上來看你怎麼看 這邊感覺是UU大 贏面大的一點 因為UNG這邊的槍線是固定住的 那UU這邊比較大的隱憂是缺乏了一個隊友 而且上面的火旋是一個單人的位置喔 對火旋的單人位置如果做得夠好的話 其實ULAB UP的這個局勢會順便變8二開 但是 對這邊可以看到Coco的動作 Coco 對這邊Coco的動作蠻好的 可是我覺得他可以再開深一點 他拉的不夠開 對這邊選擇 而且還拉在了毒內 哇 這邊WINDER是率先擊掉了灰 而且毒再說了應該是 就不太到吧 Coco的位置尷尬了 他在墊圈外面 然後 雷還丟不到 對要被電倒了 哇Coco這個大失誤 這個邊線拉開 拉的不夠開啊 這就是他感覺 做一半 做半套 對就跟他上次被弱子一打三的時候那是一樣 對完全做半套 紅這邊進點是直接吃到了手雷ULAB UP大舉進攻 來到的是局部的3B2 紅倒下 Coco倒下 灰缸就起HC 這邊補上了紅的位置 火旋這邊拉的非常的近 嘉欣這邊出不少打HC 後續部分這邊 哇唷 直接倒光光了 究竟是誰吃雞呢 應該是ULU成功吃雞 因為Winter還在右下角的地方做輸出喔 這邊 呃 這邊恭喜ULU成功吃雞 UNG這邊由於槍線太過於擁擠 沒辦法散開 所以被ULU包抄了喔 是這就是我們一直提到的邊線邊線邊線 沒錯 那剛剛ULAB UP的槍線位置拖得開 一旦拖開來的情況下就會有多點的槍線進攻 對其實剛剛的那一波會戰跟那個K7打UNG的 蠻相似的 嗯 就是 反而是這一把的UNG變成了K7 因為Coco那個位置如果再拉深一點 再去跟那個Winter做單挑的話 你打贏了你這波會戰等於說你又好打了 嗯 就是你要想辦法把槍線拖開在決賽圈的位置 尤其是一對一的時候 你抓到敵方情報兩隻在山上一隻在側面 你只要能打掉邊線的位置 基本上可以奠定這波會戰的勝利喔 對因為你不做你不做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前面有YRC活著 那YRC已經點掉了還是你們對殺的 這個最近你出來的情況下圈南面沒人 南面沒人Coco當下能夠在建築區做的事情太少了 沒錯 你要嘛快速拉車拉側一部分 那個時候圈還沒鎖進來的情況下就打側腦 沒錯 要嘛就是後續部分剛才那個車直接大拉槍線 對你就直接去找他單挑也可以 你直接撞到他近點 你讓他有壓力 讓其他三名成員的槍線可以拓展開 甚至可以找一邊進攻都好 你的位置就是 你的會戰會比較更好打一點喔 對可惜了 還是回歸到我們聊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關於邊線部分的出力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的單場積分 剛剛突破了大概是15殺的UNG 這一把是拿下了29分的進章 但是Ulaypop這一邊呢 也是有12分的高爾其他分 目前是第一名32分 第三名YRC活補了15分 有點可惜的部分是在於說 他們後續部分的這一個營運進圈 是有點太賭命式的進去了 掉了很多人 後續部分只能夠趴著的屍屍蛇打法 只能夠拿生存民視 沒辦法拿到太多的甜頭了 第四名Juplay 第五名速德龍 第六名盲者 第七名歷史心勢 第八名是東太 那刺射天馬呢 是位居在第九名的位置 跟Keyo戰隊一樣都是拿4分 STL K4都拿3分 後續部分奇娃娃K7 AG GVT都拿1分而已了 哇 KC戰隊只拿1分讓我滿意外的 AG也是耶 其實AHQ有一個大好優勢啦 只是他們應該說他們沒有適時的去做一個 往圈中心更侵略性的拿點 那個點就是我們聊到了 GN的位置應該是AHQ率先要拿的 哇這還是回歸到地圖理解的部分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第四名Ulay Bob 剛剛吃到雞 補到了一個很大的分數 跟Monster的分數差距只達到了12分 非常的接近 而且這邊MS跟AG也只差了29分 基本上一場雞就有機會追過 而且AHQ今天的狀況好像不太好 對 哇看起來還不太妙 沒關係我們直接看下去 第六名Jewcrate 第七名K7 第八名荔枝心勢力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說 五到八名的位置不太變動 有趣的地方是432 這個位置一直都競爭跟角鑽 432還有12、13名喔 這邊第九名KO 第十名速靈龍 第十一名TTS 再來就是有一個零界點 12、13名分別是 還是GED跟YRC在做增強 只差11分了 對 這邊分數只差11分 有機會有機會 因為他們的其他數量明顯是比GED高的 沒錯 但是生存積分這一塊剛剛又不到 後續部分再加油 因為還有四場比賽 沒錯 第十四名KVOL 第十五名橘娃娃以及第十六名的STL 以上就是我們目前的整體積分概況 第四周 第一天 第二場已經是高一個段落了 算是高一個段落 也是我們今天的唯一一場的雪滴滴圖了 沒錯 所以後續部分會來到更多的營運大圖 我們持續鎖定接下來的戰況 休息一下看一段highlight 期待別再燒馬上回來 來 往圈中心的位置去踩喔 因為他們是最有本錢搶到圈中心的 那AG這邊也做一個分線 很早期就直接打點了 UNG直接撞到的是AG的DOWN 剩下的是奈何 開車撤退的時間點倒落的也是相當可疑 不過這個車子看起來是要爆掉了 直接蠶死在UNG的槍下 飛娃娃的烏宅區 紅這一邊 哇車子冒煙下車撞點 而且硬是打掉了Handsome 來到了局部的EP 再度打掉的是Eason 之後呢 局部1V2 配合上的是LC開車 直接硬如Handsome 雖然自己本身倒下 吉娃娃也倒下了三名成員 那你可以看到 吉娃娃的Tim在上面 是完全沒有辦法幫助得到 隊友的四名成員 UNG直接抱團 反風擁而上 配合上烏茲 硬是把Tim的人頭收割掉了 吉娃娃 絲家 這個是一個雪球效應 對 來看一下這一邊的掃射 漢堡的三倍劍 M4直接壓掉了是MS的小城 蠶死在L 這首都是烏茲配上步槍的原點打架 紅這一邊再度出手打掉的是Sosuke 硬邊 有辦法嗎 對方一半的血腱不到 GeneH選擇DROP 沒有辦法 拯救隊友 站起來的話會步步槍線 有機會嗎 目前組織田已經拉到了很後面 再度出槍 GeneH也倒了 後來放下去 每一邊拿不到中能回收 紅這邊抓到了漢堡的位置 漢堡倒地 確定15殺的UNG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邊也是抓掉了 大局進攻 來到局部的3B2了 紅倒下 Coco倒下 灰缸就起 C這邊補上了紅的位置 火旋這邊拉得非常的近 嘉欣這邊出手打ABC 後續部分這一邊 哇唷